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8月23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国内新闻 黄明志因为未完整版音乐短片 OMG被指触动宗教敏感课题之后 他本身在前天晚上回国时 立即被警方逮捕 并在隔天被带往槟城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4天 至于在短片中和他一同合唱及演出的 台湾团体911 今天 宾州警方要求五级阿曼警察总部 向国际刑警寻求协助 以便能够传召三位团员录取口供 对于大马有意传召他们 911通过电话回应 表示还在静观其变 会正面看待整件事情 但希望有进一步的传召行动时 再做回应 此外 宾州首长林冠英 则以黄明志被扣查事件指出 涉嫌乌鲁击打王室的乌统 佛罗交易区国会议员纳华威 也应该受到对付 另外一方面 虽然纳华威昨天已经通过媒体 向国家元首端姑阿都哈林道歉了 不过击打王室成员理事会主席 塞伊德鲁斯坚持认为 纳华威不能像跟普通人道歉一样 只通过媒体向国家元首道歉 这样的道歉并不算数 塞伊德鲁斯还说 纳华威应该亲自上门道歉 以示诚意 但不能带一群同党上门 只允许纳华威本身 或者是带一两人登门道歉 来看下载新闻 日前被控支持哈里发国IS的 巫义警员和无业男子 今天第二次被控上双溪大年推示亭 29岁的第一被告 穆斯达法阿都拉曼在警界服务了8年 他面对两项控罪 分别是在知法犯法之下 支持涉及使用爆炸物的恐怖活动 同时通过手机宣扬恐怖主义思想 一旦罪成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 30年徒刑或者是罚款 而第二项控状则指他知情不报 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 7年徒刑或者是罚款 至于另外一名被告 22岁的无业男子 穆罕默阿基姆 他则被控在知情之下支持IS 罪成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监禁不超过30年徒刑或者是罚款 由于移交高厅的文件还未出炉 所以那案件将研制9月25号过堂 来看最则新闻 我国28名奥运代表团成员 包括雨球和跳水队建人们 将在明天下午大约2点回到吉隆坡 对此清体部长凯里就在推特留言 呼吁民众前往机场迎接他们 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 除了安排喷水仪式之外 公司员工也将身穿我国传统服饰 为建人们送上花环和礼物 在礼约奥运会当中 大马建人们一共载获了四赢一同的成绩 包括雨球三项 跳水和脚车 这也是大马队在奥运的最佳成绩 最后如果你也想要迎接大马建人们 也可以在明天下午1点多 到大红花广场准备迎接他们 今天大事集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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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